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北京时间5月2日 2024年WTT沙特大满贯将在吉达继续展开第二比赛日的角逐 今天资格赛第一轮将完成最后18场比赛 同时第二轮也将打响部分场子 资格赛第二比赛日将从北京时间15点30分开始 一直持续到0点以后才会收官 今天值得重点关注的比赛挺多 请看下文详细介绍 以印度怪交妹妹艾西卡穆克吉登场 15点30分 印度怪交手艾西卡穆克吉将迎战荷兰选手伊尔兰德 穆克吉现在掌握全球独一份的防胡椒打法 曾经在今年2月战胜过世一遂影沙 属于国兵重点盯防的威胁人物之一 A穆克吉与姐姐S穆克吉分在同一个组内 两人最多只能有一人晋级正赛 有点遗憾 N.O. 二比利时前双雄约内斯库和拉森福斯 出战比利时队的两位名爵约内斯库与拉森福斯 双双沦落到资格赛田地 属实令人感到意想不到 15点30分 约内斯库将首战阿拉米安 迎面极大 16点30分 拉森福斯对阵迪奥 也是纸面上的必胜局 N.O. 三德国队华裔美女万远惊艳首秀 万远是乒乓球界的欧洲区第一美女 她与瑞典一哥安东卡尔伯格建立了情侣关系 婚期将近 万远最近都没有什么大赛出彩成绩 在德国国家队的排位已经降到第六 这一次的资格赛对万远来说 挑战巨大 但她登场极是风景 出场就会惊艳 也是一个吸睛效果显著的流量级人物 N.O. 四级尼帕大战王新如 吉尼帕是泰国队三号主力 是一姐苏塔西尼的亲妹妹 实力不俗 王新如是著名的新加坡队反手生交女孩 打法很有特点 长相亦很甜美 她在新加坡队中也是三号位 因此 这两位三姐在17点30分的这一战 在懂球的球迷眼中 还是很有看透的 N.O. 五汪洋对阵金克霍尔 华裔名将汪洋 是资格赛中的唯一男销球手 所以稀缺性决定了她的高关注度 英国选手金克霍尔曾经战胜过林高远 凭此业绩就可说明她不好惹 18点 汪洋与金克霍尔直接对话 N.O. 六日本冠军及川瑞基出手 19点 日本队昔日二号主力 日本国内冠军及川瑞基将亮相资格赛首轮 对阵皮斯特耶 吉川瑞基应该不会拉垮 她和小种大灯一样 带着资格赛必须出现 以增援正赛区的日本男单的任务 他俩只有杀进正赛 日本男单才能凑齐六人满额规模 与中国 韩国 德国 法国持平 N.O. 七台北小将黄艳成压轴亮相 20点30分 台北小将黄艳成在资格赛第一轮最后一场比赛中压轴登场 中国台北队有三名男单资格赛选手 此前冯毅新手轮过关 廖振挺遭遇一轮游 黄艳成的表现值得关注 此前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 已经有42名选手被淘汰出局 男女各21人 资格赛需要打三轮才能产生八个晋级正赛的名额 可以说是相当残酷 国平代表团已于5月1日下午顺利抵达吉达 差不多是最后一批到达赛地的队伍 本战比赛 国平男女两线12大主力均直接进入正赛 没有资格再闯关任务 因此 在5月4日正赛开始前 国平主力们主要关注两件事情 第一 今晚22点进行的抽签仪式 目前抽签代表已经确定 国平的男女是一王储亲 孙颖沙和非洲一哥奥马尔阿萨尔 以及巴西一姐高桥布鲁纳 将作为抽签代表来制造出沙特大满贯的签表形态 签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单打签位尤其引入瞩目 根据本战比赛的种子确立情况可预知 男单王储亲与樊振东将分手上下半区 女单孙颖沙和王曼玉将坐镇首尾两个八分之一区 在决赛之前 这四大主力不会相遇 男单已经没有内部竞争的悬念 所以无论抽到什么签 国平六大主力要做的都是在确保不输外战的基础上 尽力前行 没有太大压力 女单王曼玉和陈梦的终极一战 还有剧情反转的可能 所以陈梦落签在哪个半区 还是区别重大 但归根结底 大梦要么在半决赛中遭遇孙颖沙 要么在半决赛中遇到王曼玉 无论碰到谁 他都必须取胜 才有可能实现乾坤逆转 但最近他对海产品姐妹保持全败 所以难度真的很大 第二 国平需要全体快速适应 沙特大满贯的比赛硬件 第一比赛日里传出的最重要一条信息就是 阿卜多拉国王体育城内的比赛场地 并不是国际通用的硬机加递交模式 而是地板上沾了一层递交 这个场地震感强烈 选手们在比赛中跺脚发球 以及大幅度移动时的用力踩踏 都会引起非常显著的震感 参加资格赛第一轮比赛的选手透露 那震感都能传到观众席上 事实上 直播镜头也经常会被震到画面晃动 甚至出现重影 所以 国平队员们需要全体快速适应 这个特别的比赛场地 他对比赛所需要的精细控制 肯定能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 另外 在资格赛首轮中 也产出一个有点特殊性的新记录 希腊选手吉奥尼斯 战胜台北的廖振挺 晋级第二轮 这是吉奥尼斯的职业生涯 国际赛场第三百场胜利 而当时所有现役球员中 此前只有24人达到过300胜的成就 他是第25人 更值得一提的是 吉奥尼斯已经44岁了 是沙特大满冠上的男单第一高龄 并且他在大学期间学的是牙医专业 最近两年多 他一直忙着打理自己的牙科诊所 基本没怎么出来打国际比赛 这是临近奥运会了 他才出来刷刷积分 以参加5月底的欧洲区奥运资格赛 最后 希望王楚清和孙颖沙 能为国平所有人抽出理想好签 希望取代抽签铁打代表迪亚兹的高桥 布鲁纳 也能继续发扬每周守黑的传统 多造一些死亡之足 让比赛更具张力和刺激感 根据赛事安排 5月1日到3日进行单打资格赛 5月4日至11日进行正赛较量 进入正赛之后 受到的关注度将会急增 要知道沙特大满贯赛是巴黎奥运会 之前的最重两级赛事 受到各个协会的高度重视 设置全部五个单项 单打冠军不仅可以获得2000分的世界排名积分 同时还可以拿到6.5万美元的奖金 同时 该战赛事是国平女队最后一战巴黎奥运选拔赛事 本战赛事结束之后 国平队伍的奥运阵容将正式出炉 其实本战赛事 就是王曼玉与陈梦二人 对国平巴黎奥运女单第二个名额的竞争 目前 王曼玉的国平巴黎奥运选拔积分 领先陈梦1555分 手握着主动拳 而在北京时间5月2日22点 万众瞩目的正赛抽签仪式将正式开始 王曼玉与陈梦二人的签表 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着他们在本战赛事 能否走得长远 毫不夸张地说 也决定着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 根据赛事安排 国平球员王楚钦 孙颖沙 埃及球员阿萨尔 以及巴西球员高桥布鲁纳四人 将作为抽签嘉宾 期待每一位国平球员都能获得上签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次沙特大满贯赛的豪华参赛阵容 蓝丹世界排名前20位的球员全部参赛 女丹世界排名前20的球员 除了第18位的德国华裔选手韩盈 因商无法参赛之外 其余19人全部参赛 综上不难看出 沙特大满贯赛的参赛阵容堪比是平赛 竞争将非常激烈 比赛过程也一定会非常精彩 请不吝点赛